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黎晉 問題不查明,最近天台有位溫先生找到我們說他快要結婚了,但很優秀 到底是因什麼原因令到快要結婚這麼開心的事情,令到一個男人這麼優秀呢? 難道是婚姻問題?但沒有理由,婚姻問題沒有人會找到我們生活調查團 好了,為了一探究竟,我們馬上走吧 你好,我是溫先生,我是生活調查團黎晉 我們現在在你家那邊,你是確定找我們嗎? 因為我們不是解決情感問題 好了,待會見,再見 為何結婚之前如此恐懼呢? 調查團聯繫了溫先生之後,馬上趕到溫先生的家 溫先生,你好,我是生活調查團 可以進來嗎? 快進去 謝謝 謝謝,謝謝 溫先生,你有什麼問題需要我們幫助呢? 是這樣的,最近想結婚了 照理來說,應該是好事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惆悵呢? 對別人來說是好事 看得出挺愛女女朋友的,但是為什麼有這方面的恐懼呢? 很愛啊,但是很怕,就有點恐懼症的感覺 那為什麼要恐懼呢? 最近喝酒過多,就感覺身體不好 所以呢,就想到時候結了婚之後呢,想生小孩呢 我怕會影響到小孩的一些不良,不好的一些現象 原來,溫先生懷疑,喝酒過多,從而導致將來BB有什麼問題 因此,就擔心的,還不止溫先生一個人 網上不少人士對喝酒會不會導致BB自力健康的問題有所擔心 為了了解清楚,喝酒是否真的會對BB產生影響 調查員對溫先生平時喝酒的情況,還要他了解 溫先生,你平時在家裡喝什麼酒? 有紅酒 是嗎?怎麼不見的? 藏在這裡 除了紅酒之外呢? 還有這些寶酒 那你自己最最喜歡喝哪一種呢? 愛酒之人都會最喜歡的 白酒 我看到吃醋 那為什麼? 不是啊,你聞一下 是不是啊? 嘩,嘩,嘩 為什麼那麼近? 是什麼酒 一般白酒不是這個 那種是街上買的山打酒 山打酒 是啊,很便宜的,几元一斤 温先生,你的口味真是重 看得出温先生平时在家里 真是一个好酒之人 到底喝那么多不同的酒 对他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今期我们的节目再帮大家调查一下 在网上不少人说 之所以喝酒会影响宝宝的健康 是听说喝酒之后 会导致男士的精子变得欺人 从而可能导致宝宝欺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为了消除温先生的顾虑 以及很多网友担心的问题 调查员带着温先生 来到了广州新天生殖医院 李医生你好 请坐吧 好,谢谢 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委托人温先生 他想知道一下自己的精子质量 到底怎么样 再想检测一下 好,那我给你开一个单 好的 今天欢迎一下经验分析 李医生非常关心温先生的情况 于是开了单给温先生 你拿这张单浇了背以后 你到权益时那里面有背子 把经验去到那里面 然后送到欢迎时就可以 好,谢谢李医生 除后,温先生拿着单和调查员 去到医院的取证室 好,这个时间 我们温先生就进行这个男人应该做的事一展洪峰 结果就很快出来 温先生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好,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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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广大网友 你又对于精子质型 是否导致会BBK型这个问题 是的,温先生可能是出尽力的了 看来温先生已经准备好了 稍后就会知道 这个温先生的一个有关于精子方面的结果了 温先生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有 对吧 好像不是很有信心 再给一个有信心来看看行不行 有 这个才是男人来吗 好,温先生交给你了 虽然温先生担心喝酒之后 对将来的BB有影响 但是温先生对自己的精子质量比较有信心 那么温先生的精子质量到底是怎样呢 医院的专业人员进行了一个检测 通过医院的专业检测之后 温先生拿到了精子质量报告 情况到底如何呢 调查员和温先生再次找到了李医生 李医生通过了专业的设备 正在观察温先生的精子质量 这个精子呢 它不是快速地走直线运动 你看这个精子就在摆动 它走得也不好 这个精子呢是不动的 使精 这个呢是在蠕动 就在原地嘛有那么一点点动 不是走直线的 这种呢叫精子的活力差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密度比较差 比如说它这个一个视野里边看不到几条精子 这个视野里边看着就比较稀疏 那么它的密度比较差 还有一种呢就是精子的结构有问题 那么就是肌型咯有的肌型的精子呢是头不是正常这么大 可能要大或者小 你看这个精子这个头比较小 好多精子凝结在一起 看看尾和头头和尾都凝在站在一起 这种精子是没有办法活动出来的 通过李医生的解读 温先生的精子有着三大问题 第一点就是死精偏多 第二点就是精子基型 第三点就是精子黏在一起 所以温先生的精子质量不高 那到底会不会好像温先生和网友担心的那样 喝酒导致精子质量问题 从而能够导致BB基型呢 会的 因为精子的基型呢 首先它可能跟卵子很难结合 如果它结合不上呢 当然就不拐了 有的时候呢 它碰巧和卵子也结合了 但是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胚胎的停育 那个别的呢 它继续发育 最后呢导致了胎儿的基型 所以精子基型就会导致BB基型 而且精子质量太差 可以导致不孕不育 既然精子基型情况这么严重 那么精子质量不高 那么到底咬哪个原因有关呢 精子里质量差 有很多的病人 那么在男性不怀孕的这些病人里面 比较常见的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就是慢性的前列腺炎 还有呢就是心锁经脉曲张 这两个病人是会引起精子质量差的比较常见的原因 那么还有的病人就是平时有训酒的这个习惯 喝酒比较多 频繁的喝酒 酒精呢也会对精子造成一些影响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精子的功能和质量 那么也会导致胚胎的异常 所以一般精子质量差和精子基型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慢性的前列腺炎 第二是静物曲张 第三就是饮酒 而根据中国的白酒市场的伙伴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人喜欢饮酒 而且最近网上就爆出了一斤歌 二斤歌一直上升到二十斤歌 网友为了恶狗 还改变成了一首歌曲 虽然生活中一般跟各种饮酒歌相比 喝的酒是小无见大无 但是有一个时间很尴尬 那就是新婚之夜 你这个夜晚就不喝不得 但是在这个夜晚 它又是润育新生命的夜晚 到底损伤有多大呢 很多人都会听过一句话 就是在这个新婚之夜千万不要动防 因为会喝酒过多和也会太累 所以令到精子质量过差 也都影响下一代的健康 那么为了这个证实这个讲法 我们今天做了测试 温先生你好 我手上就有这个一斤的白酒 先生我会和你做一个测试 就是说我们刚才之前和你说过 就是说喝了一斤白酒之后 隔一个小时 然后测试一下精子的质量 看看有没有下降 好 交给你 好 温先生 看来真是喝得知人 都是好酒之人 喝了都差不多半瓶 见你都好像面不外食 测试 调查员这一次终于感觉到温先生 为什么对自己担心了 原来是爱酒如命 真的滴水不漏 把两只一斤的白酒喝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精子测试 温先生 走路 随后 调查员和温先生再次来到取精室 进行取精 调查员再次带着温先生 将这个精子送给医院进行检测 之后调查员和温先生又找到了李医生 李医生 你好 这是检测节目 明显的有问题 这个酒精本身它是可以影响到精子的 这个是有文献报道的 它可以导致多方面的影响 它可以影响到精子的活力和活动力 另外它可以造成精子的畸形 这位温先生本来精子就是不太好的 那么他喝了酒之后 就会加重了精子的异常 他的活动力和活力和畸形率都增加 这样你会导致他的不孕 或者是造成了胎儿的畸形 是对他不利的 李医生分析到 温先生喝了酒之后 精子质量进一步下降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严重精子畸形质量偏差 会导致BB畸形以及不育不育 所以对于心分之赢 如果喝了很多的酒 为了下一代的话 不要选择这个时候润育下一代 也不要在平时喝过多的酒之后 要润育下一代 上一节根据温先生的委托 我们知道了喝过多的酒 会导致精子畸形 从而导致BB畸形 那么喝酒成瘾的人 怎样戒酒 怎样改善已经畸形的精子呢 大家好 现在身处的地方 就是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今天到来这里干什么呢 就是带着温先生 就是在这里里面戒酒的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立刻进去了解一下 李医生你好 今天温先生是委托我来找你 了解一下如何去解决事情的快习惯 这个呢 就看这位先生是否是说 达到一个酒依赖 或者是说酒精的 犯发的一些 规定的障碍 或者说精神的障碍 温先生你把你的症状 给李医生说一下 行 我的症状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经常喝酒 但是我买的都是这个三打酒 平时我中午也习惯了就要喝酒 到晚上也要喝酒 就是说不喝的话 还有点难受 比如说整身发痒 就是那个手都会抖 我们说的比如说他停止饮酒 24小时 48小时 他会出现手抖心慌 会出冷汗 第一个是我们心理学的名书 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一些困扰 生活事件的名书 他出现一些焦虑 抑郁 或者说失眠 这样的状态 在偶尔的机会之下 他通过饮酒 改善了他的情绪 这样他在自己内心里面 这种效应的强化 他就因为这个酒能帮他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以后的这种应对情况下 他就持续的移酒 来缓解这种不良的情绪 通过专家分析 温先生喝酒不单只是生理上的需求 更加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是一种心理疾病 所以为了温先生戒酒 医院准备对温先生的身体状况 进行一个检测 接下来这个时间 我会带温先生进入这个检测室 用这个仪器科学 这样去检测一下 温先生里面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 事不宜事 立刻走 温先生现在测试的这个心电图 主要是用于测试人体的心脏 的心率跳得齐不齐 以及心率现时的心脏情况是如何 等等这些情况 那稍后测试结果就会出来的了 那我们稍后就会拿给医生看看 那温先生的这个心脏的一个情况 是到底怎样的 之后调查员和温先生带着身体健康的检测报告 通过对温先生检测报告的评估 医生认为温先生试酒造成的后果已经很严重 除了喝酒导致温先生体型消瘦之外 温先生的心跳速度严重会慢 因此找到了专业的介酒专家 辅导如何介酒 首先意识到就是你现在要继续喝酒 对酒精有依赖的话 对你有什么害处 比如刚才说你现在要结婚了 婚姻大事 这个对你是非常重要的 把这个已经属下一种情 这样你才有下定决心 去接酒的这样的动力 其次呢 那就是具体的接酒的方法 你比如说现在有喝酒的欲望 你一开始就想喝一点 那么今天应该给自己一个一定的惩罚 或者这里面也最好能和你的未婚妻联合的呢 有这样一个约定 如果你三天五天就不喝酒 那么这个呢 给自己一些奖励 第二呢 就是人喝酒啊 它有不同的规律 那么你要想方设法 根据这个情况 把这个第一口酒应该止住 第三呢 就是你应该要想一下 就是最开始你喝酒是什么原因 把当时的这个情况 重建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种体验 一种认识 在得到专家的戒酒方法之后 调查员还按照医生的触托 带着温先生到医院 拿了关于戒酒方面的药物 温先生拿到戒酒药之后 和调查员一起离开了医院 回家仍然戒酒 好了 七日之后 我们再次和温先生来到医院里面 做一个检测 到底看一看他这七日里面 戒酒的过程和一些经历 到底令到他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温先生 这七日里面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之前一直都要经常喝 现在经过七日之后 可以控制住 是的 可以控制住没喝那么多 好了 这个时间见到温先生所说 他车里面都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心理 都可以说不碰这个酒 到底戒酒之后 对他这个精子的质量没有改善呢 我们今天来做个检测 现在首先我们温先生 进到我们的洋品的取引室 稍后就会知道结果 这个时间见到温先生 已经将这个精子取引出来了 现在立刻下送我们检测 好 七日之后 我们现在来到医院 又拿着这个检测结果 稍后就会买问医生 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 现在买问温先生方面 他的心态如何 温先生有没有信心 是 我心里很紧张 好了 既然紧张 事不宜迟 立刻进去看看结果如何 您身边好 您好 这是检测的结果 今天又来查了一下 对 然后就看一下 七天之后 他的这个结果怎么样了 他这个化验 比一周前那个明显的好一些 他的精子的密度 活率 还有活动力 都有所改善 他的精子的数量 比上次多了很多 另外呢 就是他的A级的精子 A级的上次也很低 那现在是达到25% 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活动力呢 也是达到了80%多 这张单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对于经常喝酒的人士来说 如果想要BB一定要先戒酒 因为喝酒太多 能够杀死精子 从而影响精子的质量 而戒酒是可以改善精子的质量的 那除了戒酒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改善K型的精子呢 精子的机型 它是有一些病因的 那自己的预防的办法呢 那当然机型推高 有很多的因素了 比如说抽烟喝酒 比如说他平时的工作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什么有害的物体啊 接触 比如说有一些搞装修的 一些化工原料啊 有一些有害的气体啊 这些 那么从个人角度呢 生活要规律一些吃东西呢 也不要吃特别刺激的 如果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话 尽量自己要学着调整 业余的时间 找一些体育运动啊 娱乐啊 这样给自己解压 都会对他的精主的好处 谢谢李医生 这个时间帮我们节目 解决的问题是 不用客气 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好 祝您早生贵子 好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你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联系 好 谢谢医生 所以经过调查 精子K型能够导致BBK型 而且可以导致不育不潤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因为饮酒 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精子质量差 精子K型 这个时候一定要戒烟戒酒 远离化工物质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挨拳的加班 另外加强体育锻炼 从而提高精子的质量 安先生你可以放心了 经过检查证明你的 这个精子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已经可以控制到你自己的酒量了 多谢我们今天的生活调查 帮助我们 以后有什么可以联系我们 好 多谢你们 不用 不用 再见 好 拜拜 好了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经过这个 温先生个人案例的出发 我们调查了 精子K型会导致BBK型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精子K型的数量过多的话 也会影响不育不潤的情况出现 所以提醒各位 在平时当中 假如你真的想要下一代的话 而不想影响他健康的话 麻烦你平时就少喝点酒 还有吃点烟 那就会对BB 就更加健康了 还有还有在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把电脑放在大腿上 紧记 紧记了 好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差不多 假如你和温先生有同样的问题的话 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话题 还有多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又或者甚至 把我们的报料线电话 告诉我们你的问题是什么都可以的 好 我们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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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